华光怨声的舞蹈表演 虽然没有专业舞者的动感 不过却多了几分让人动容的情感 看着他们跳舞不难发现 怨声的年纪都偏大 事实上华光在关西服务身心战害朋友 已经有35年时间 怨声从小到大到现在老了 需要的照顾不管是硬体设备 或者是软体服务也随之不一样 整个修建经费预估需要400万 而26号的木本原油会 就需要木头期款100万 这次的原油会主要是为了要帮助华光 因为华光在关西已经服务了35年 那我们也是借用华光天主堂的建物 那因为已经20几年的建物 它本身已经有一些修 已经老旧了 那我们需要来做一些修缮 那另外就是针对憨额的部分 因为我们憨额也已经老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适合 他们居住的环境 所以我们在5月26号会办理一个 公益募款的原油会 那其实我们整个修缮的计划 我们是希望能够募集到 400万的修缮的经费 那原油会当天我们是希望能够 达到第一期的100万 那目前我们整个原油券销售的部分 大概已经到了差不多 二三十万 但是其实它的缺口还是蛮大的 曾经担任过社会处长的县政府 秘书长蔡隆光代表县场出席活动 二话不说马上认购100张原油券 率先响应登高一呼果然有了群起效应 有意义的活动 也感谢华光长期以来 对我们新竹县弱势团体的照顾 所以我们新竹县政府率先响应认购100张的原油券 那刚刚我看到议会副议长这边也认购了100张 还有我们赵玉仙议员也认购了100张 我们希望从这300张出发 可以引发出3000张出来 然后让更多的社会三星人士 能够把他的小爱极为大爱